6いつ 小时候大我长大了 大并长大之后 我觉得小时候特别好 爸爸们还年轻 我们就安心地 当一个小孩子就好了 林肖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我也有件事 想跟你说 那么你先说 好 好的 敢偷喝爸的啤酒 我要去新加坡上大学了 你说什么 我妈就算出院了 她也需要很加时间附近 才能重新走路 小程都不肯跟叔叔走 如果她真的走了 我妈的精神状态肯定更差 学校帮我找了新加坡的大学 一家医学院看了我的答案 还要搞个成绩 愿意接受我 下个礼拜就要走 愿意不开人 你妈不是把你推给李浅浅了吗 你妈不是不要你了吗 那你还照顾她干什么 小程子是你妹妹 李浅浅就不是你妹妹吗 你有病啊 你看我Que他 她也不肯定多了 她会透过的人 可是我都不肯定多了 你怎么做 不肯定多了 我肯定多了 我马上就要去英国了 我这两天都是在准备各种资料 我认回赵华光那个王八蛋了 赵华光那个王八蛋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大难连头我们克思飞 你回你家找你亲妈 我回我家找我亲爸 我们一个再一个混蛋 都是白眼狼 干什么 你们别打架别打架 怎么 怎么打上架了 怎么回事啊 发生什么事情呢 要打架 说啊 就这么回事 行 那等你回来再说 好 好 没什么 真没 没 没 没什么 好嘞 挂了 嗯 林肖啊 你爸现在在福州 明天上午才能回来 这事呢 等你爸回来再商量 没什么可商量的 不许去 这样 你也不许去 你都不去 这报志愿的时间都过了 你 你让他们俩复读啊 复读 你这样的情况我跟你说 我不去 这事我不同意 你听话 我不听话 不许去 我不同意 你小哥不是说了吗 这上完大学马上就回来 你哥也说了 这就是去新加坡上大学 那跟去北京上大学 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都是飞三四个小时的 你说这跟以前 这不都一样吗 要是一样的话 他们为什么不敢告诉我 我都糊涂了 我们家现在 到底算怎么回事啊 那些不负责任的人 不都是外人吗 从小到大你就跟我说 只要我们相互照顾 相互扶持就是一家人 不管别人怎么看 只要我们心里知道 谁对自己好 跟谁亲近就可以了 是啊 没错 但事不是没这么简单吗 你说你气呼呼这样 那你 你俩哥哥在心里能好受吗 他们不好受 我好说 他们做任何决定 都没有必要跟我说 也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 答应我的事情 也可以不用做的 对不起 我跟你伤了 你也不会同意 是 我不同意 他们为什么要让你去照顾我 你还是个学生呢 那他们那些大人呢 他毕竟是我妈 他毕竟是我妈 谢谢 他毕竟是我 他毕竟是我 早上 他毕竟是你 你在头上 就吃饭了 他毕竟是我 你又滤之不打是他 他毕竟是我 呃 我 乔雨 宝贝 不开玩意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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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生气 我给你吃饭 你 你 握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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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其实本来就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是邻居 小哥是寄养在我们家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家人 对不对 你 你 等你长大了 我们一辈子在一起 好不好 我不信 你们要是都走了 以后就都不是我哥了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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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